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宫廷密室,我是超梅,提及土豪王室,很多读者应该首先会想到的是沙特王室和迪拜王室,但事实上却不止于此,亚洲有钱的王室也数不胜数,其中文莱和泰国就是佼佼者。 38岁的文莱王子过世,全国将半期齐天之哀,网友纷纷表示是白发人总黑发人,阿奇姆王子一年走世,在文莱掀起了宣传大波,举行了声势厚大的国葬,文莱现任苏丹河吉,哈桑纳尔,博尔基亚,穆宜赵丁,瓦达乌拉,拥有三位妻子,十二个子女。 根据虎润全球富豪榜的报道,文莱苏丹身价700亿元,位列全球第177位,整个国家都是信仰伊斯兰教,因此宗教氛围很浓烈,文莱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可以用富的流油来形容,人均GDP位列世界前列,成为东南亚第二大传游国,脱脱的老天赏饭吃。 这里的老百姓幸福感也很高,教育和医疗几乎免费,接触设施建设也很完善,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文莱日用品大量依赖进口,文莱王室也是出了名的奢侈,当年王储穆赫塔迪比拉迎去了太子妃萨拉萨莱赫的时候,大婚整整举行了17天,文莱太子妃穿金淡淫无比耀眼,甚至连手捧花都是真金白银,根据联合早报的报道, 文莱苏丹的二王子阿奇姆最近过世,享年只有38岁,文莱王室也是发布了声明,整个国家会降半期七天,来纪念和哀悼这位年轻的王子。 也许对很多读者来说,阿奇姆王子很陌生,大众更首席的是他的弟弟阿普杜勒马特恩,他是被誉为文莱最帅王子,颜值和身材都是一流,在全世界拥有无数的女粉丝,甚至比表哥五钻都超帅气。 文莱王室仅次于泰国王室,是亚洲第二富裕的王室,文莱皇宫金碧辉煌,拥有一千多个房间,是白金汉宫的四倍档,文莱王师傅的流游,如今却是经历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 根据外媒的报道,文莱王室拥有七千多辆招炮,堪称后车俱乐部。 三位王妃的首饰,也是价值连称,萨利和王后的王冠更是媲美英国女王,亮相的时候烛光宝气无必花贵。 阿奇姆王子的葬礼,在努卢尔一曼宫举行,所有的王室成员兴述出席,文莱王室举行了皇家的草妖葬礼,目前王子的死亡原因还没有对外公布。 文莱二王子出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少年时期就读于文莱国际学校,一直都是致力于青年就业和残疾人保护等慈善事业,深受文莱老百姓的爱戴。 此外,阿奇姆王子还热爱社交和艺术,曾经为自己某奢侈品牌包包做设计,收入全部捐献给当地的慈善机构,帮助了很多贫团人同和自闭症患者,王子也算是尽了自己的一份力。 阿普杜·勒马特恩王子为哥哥抬官,现场的场面,庄严肃姆,阿奇姆王子一年造势,让我们联想到了迪拜大王子拉希德,同样是出身富裕的王室,也同样是在三十多岁的时候早早离世。 王莱苏丹现在已经74岁,但确实还要经历白发人撞黑发人。 亲自为儿子抬官的照片曝光之后,让人有种说不出来的心酸感,原来意外和未来永远不知道哪个会先来,都说投胎是门技术活。 拉希德王子和阿奇姆王子妙杀了99%的人,可惜两人全都一年造势,三十岁正在男人最后的时光,没想到这是早早过世。 王莱王室发布了阿奇姆王子很多生前照片,十二个孩子相亲相爱,如今确实天人永格,也许我们更应该珍惜周围的一切,努力让人生更加有意义。 接下来是,十七岁叫王室生死亡,如今被美少妇的闻来王妃告诉你,被爱得最幸福。 一提起王室的婚姻,很多人会幻想着破灭的感觉,仿佛是白雪公主、灰姑娘娘美好的爱情故事,只存在于童话世界当中,而现实往往就是像是丹阿娜王妃破裂的婚姻,或者像是哈雅公主的逃婚案等等两结术, 这一桩桩一渐渐的王室丑闻,不停地冲击着大众对王子公主美好爱情的幻想,不禁引人惊呼,这世界究竟还有童话般美好的爱情吗? 回答是肯定的,童话故事般的爱情,当然还是有的,王莱王子与其娃娃脸王妃之间的爱情,就是足以成的上市童话故事般的存在。 娃娃脸王妃,名叫萨拉·萨莱赫,她的长相格外的甜美阳光,还有着婴儿肥,笑起来更是好。 因为要长了一张可爱的娃娃脸,所以也是被称之为娃娃脸王妃。 这位娃娃脸王妃出身平民家庭,在她17岁的时候,身为文莱王储的穆赫塔迪比拉王子,对青春可爱的她一见倾心。 就这样,一段灰姑娘般的童话故事就此展开。 2007年9月,17岁的她正式嫁给了文莱王储穆赫塔迪比拉王子,创为文莱王妃。 他们的结婚典礼是在文莱的首都斯里巴交湾市郊的金碧辉煌的鲁洛伊曼皇宫举行,唱面十分的盛大奢华。 据估计,这场婚礼至少花费了整整七个亿,连王妃手中结婚用的捧花都受黄金和钻石打造而成。 更不必说王妃身上绝美的花服和价值连城的首饰。 时至今日,那场盛大的豪华式结婚礼也是经常被媒体提起,通过这些组建文莱王室的奢华与富有。 同样,也可以看出来,娃娃王子对这位王妃的喜爱程度,结婚之后的娃娃脸王妃过得依旧是美满幸福。 她的丈夫穆赫塔迪·比拉王子是一位极其优秀的人,除去举之优雅,性情温柔之外,还非常的富有学识,曾经教读于英国牛津大学, 而王子空闲时间喜爱足球、羽毛球等运动,这和娃娃脸王妃志趣相同,娃娃脸王妃也是非常喜欢运动, 共同爱好的两个人使得两个人爱情持续双纹。 她俩婚后十年里,娃娃脸王妃先后生下了四个孩子,孩子们的出生为他们的爱情增添了别样的色彩, 而像其他王室婚姻当中,出现的那些出轨、情妇的丑闻也并没有出现在他们的婚姻当中。 穆赫·塔迪·比拉王子深情并且专一,两个人秘密调游,过得极其幸福, 虽然娃娃脸王妃几手出现在一些重大的公众场合, 但只要是一出现,必定会和王子两人手牵着手。 结婚十多年之后,现在依旧如此,从这样画面当中不难去猜测, 他们的婚姻状况,他们的爱情就像是童话故事在继续。 娃娃脸王妃,除了爱情像童话故事般令人亲眼之外, 她如今依旧美貌的脸和身材也是让人嫉妒不已, 褪去了婴儿肥的青涩气息,她的脸更加精致,更加好看了, 气质也是越来越成熟美艳,明明已经结婚十多年, 她却像是在逆生长一般,出其重大活动的她, 任谁看了,也看不出,竟然是四个孩子的母亲。 除了盛世美艳的外表,娃娃脸王妃还觉知优雅得体, 一举一动都是尽显往来王室的风范。 十几年的王室生活,她已经极好地适应了王妃这个位置, 平日里享福教子,但却不拘泥于老公和孩子, 她利用其余的时间不断地充施自己, 学习,运动,不停地提高自己的技能。 如今她要成为文莱当初无愧最美王妃, 娃娃脸王妃之所以能够从青涩少女, 蜕变成绝美少妇,爱情的责任是其最大的法宝, 身为文莱王子的丈夫,对她宠而有加无微不惧, 才能够把她宠得越来越美,甚至是越来越年轻。 四个孩子的存在也是她婚姻的基石, 同时稳定了她在王室的地位。 婚后娃娃脸王妃不断地敬就自己, 提高自己,则需锦上添花, 这种的家庭美满和一些幸福, 也难怪她会越来越美。 娃娃脸王妃的爱情, 有着童话故事般的开示, 先是王子对她一见倾心, 拼命女孩儿降入王室, 之后就是童话故事这些现实, 十年生四子, 丈夫成功将她宠成了美少妇, 所以啊,像童话一般的爱情还是存在的, 灰姑娘和王子也可以像童话当中幸福地生活下去。